響亮的警笛加上了喇叭声 7号晚上9点多 国道警察好紧张 因为被上车道 一辆轿车占用了内线逆向开着 大家右转灯的轿车 车身几乎都快要贴上了护栏 在两名远警肉身阻挡示意之下 终于停车 驾驶是一位74岁的李奶奶 开上了国道被拦下 因为李奶奶归宿逆向11公里 原来警方调查 李奶奶在7号晚上9点18分左右 从九炉交流道上了国山 当时他直接开进了 通往高雄方向的北上车道 但是行车方向却是一路往南的肯定 吓坏的老人家慢速前进 长达11公里 自称因为天色昏暗视线布架 老人家不小心开上了国道大逆向 11分钟开了11公里 还好没有波及到其他的用路人 李奶奶最后顺利离开 但后续恐怕得面对最终3600元的罚单 三菱新闻黄大卫朱宇荣 屏东报导